以子女獻摩洛者要處死 尼密的二十章一至九節 耶穀華對摩西說 你還要曉喻以色列人說 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的 總要致死他 本地人要用石頭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變臉 把他從民中剪除 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 玷污我的聖所 說讀我的聖名 那人把兒女獻給摩洛 本地人若讓為不見 不把他致死 我就要向這人和他的駕鞭念 把他和一切 除他與摩洛行邪淫的人 都從民中剪除 人偏向膠軌的和行無術的 除他們行邪淫 我要向那人變臉 把他從民中剪除 所以你們要自結成聖 因為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 你們要緊守 遵行我的律禮 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 凡周馬父母的 總要致死他 他就馬了父母 他的罪要歸到他身上 經文突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